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一样不好吃 那它分明不好吃吗 不会 它不好吃的时候 到你口里就变得好吃 它口里跟你口里不一样 我是不是有这个执着心的时候 吃它就是不好吃 放下了这个执着再吃 味道就不一样了 对 就不一样 为什么呢 静随心转 是这么个道理 你的心是真心 所有东西到底是 它都像分子排列的时候 它就改变了 分子排列都会改变了 就跟水事业一样 没错 是一个道理 您知道现在全世界上的人 都非常固执 对 那固执就是坚固的执着 这就是执着 坚固的执着 那我们经常拿这个来夸越别人 说你真有个性啊 你真执着呀 那对是 这个在佛法里是第一大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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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道道地地的反复啊 而且这个坚固的执着的时候 是往下堕落的 那它有什么不好呢 不好的时候它的国报在悟道 莫归出身地狱 因为它执着贪嗔痴漫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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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执着就是业障 这个新贪嗔痴漫 一定会感召来 会感召 那么您所讲到的 昨天我们请教您的就是感召 您讲的这个是法尔如是 对 法尔如是翻译一下 也就是本来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话是这么个意思 对对对 就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对对对 那为什么掉下来 它本来就是这样 对本来就是这样 是的 是这个意思 叫法尔如是 法尔如是 这个执着我们一定要放下来 就不要那么固执 你执着多痛苦啊 我一定要这样 还要别人的随生活 现在人都是这样 你说这个都痛苦了 所以我们我教人学佛 这么多年来 我都常常劝人 学佛第一个 要把自己从内心里面 跟一些人对立放下 对立是执着 我不跟人对立了 我多舒畅啊 他跟我对立 我不跟他对立 其实他有烦恼 我们有烦恼 他不自在 我很自在 所以说您不止一次讲过 一定要放下我执 要放下 放下我执 还在什么 放下对立 要从放下对立开始 我执很难破 先放下对立 不跟人对立 不跟人有矛盾 我相信人 人不信我 没关系 我信他 上当也信他 他欺骗我 也信他 我有我的乐趣 我的乐趣 他没办法享受到 得大自在啊 这将来不受罪 为什么呢 他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嘛 明文立扬 全是假的 连身体也是假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你真生活 这个东西怎么变成的呢 都是一念 所以你要了解 四世真相者 你就很欢喜放下 放下真好啊 放下要先从执着 从执着开始 对 然后再放分别 每一天增加一分执着 那就是往恶道靠近 没错没错没错 那你的这个是烦恼就增长 那我们平时交往很多的朋友 家亲眷属啊 对 我们一看这个家人 自己的亲人 他执着很厉害 就知道他将来会很苦 对 能这样说吗 是 是这样 那应该劝他就是 放下执着 放下 把那个脾气改一改 对 不错不错 而且的时候 多帮助别人 照顾别人 就是真正照顾自己 帮助别人 就真正帮助自己 您知道现在人都很喜欢辩论 一定是你错了 我对了 那就好吧 你对了就你对 我们不执着 让他 对嘛 糊涂人执着 对啊 佛菩萨从来不会给人辩论的 凡是争的 都是执着的表现 对不错 那西方交竞争啊 就是在 没错 给大家增加 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 本来我这个习气不那么大 对 那就教我这样 没错没错 这个东西放在眼前 确实什么都看不见的 他是不断地是震掌 这个这个这个 分别之处 这是西方人 所以是中国传统跟印度的时候 他是要减少 这围盗啊 围学嘛 老子都讲嘛 围盗啊 日损 就是你天天要减少 减少 妄想分别之处 这是学道啊 这三样东西 戴在眼前的时候 就戴在我们自信的前面的时候 什么作用都出不现 出现不了 但是这个东西 你要想清楚 他有没有障碍自信的 我还能看得见到 我这个里边的眼睛 没有障碍 障碍嘛 有没有障碍外面境界呢 也没有障碍嘛 真的一点障碍没有 你以为有 他就起作用 你知道他没有啊 他就不起作用了 确实啊 这个眼睛在后边还是 还是眼睛 什么都看不到 对吗 是就是 对啊 不过就看错了就是了 我有看到 这红色是绿色的 那你看错了 他本来什么颜色都没有 那请教您 这三样东西 这是从哪来的呢 哪个 从妄想来的 啊 妄想来的 这三样东西 从妄想来的 从这个来的 对对对对 然后生出来 没错没错没错 最后有执着 没错没错没错 人人都有 人人都有 都把它放下 对对对 就自在了 那它本来没有 你自以为有 它就有 你知道它没有 它真的没有 所以佛法的时候 佛法讲到科学 可以说 现在科学里面 许多解决不了 人才佛法全解决了 用这个方法 这学历的也是如此 社会问题也能解决 都能解决 很多人看到那个佛像边上有您的题字 左边写着看破放下 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把这个东西看破放下 不错不错 放下不错 就好办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 不是真的 然后你才 真能看破放下 你才能经得起 我们今天讲的时候 打击 你才能承受得了 为什么说 就严重打击 在我们身上 它等于零 这问题是什么 你有分别执着 你就接受了 那你就苦不堪严 你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 它的一拳打空了 不受 没有 没受 不错 为什么呢 我这个身体是假的 不但身是假的 神是也是假的 只有一个真的 真的东西 它不是精神 它也不是物质 所以物质打击 打击不到它 精神打击 也打击不到它 这两样东西都是假的 对对 不错嘛 刚才我们讲 说这个是执着 这是您老做的 这么一个教学的道具 这个代表的是执着 那好了 那么这个蓝色的是分别 这个分别在生活当中 观众就想问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有什么表现吗 分别 这个现象就非常的广泛 你比如说 我们在一个人上 这是鼻子 这是眼睛 这是耳朵 那就分别 这就是分别 咱不分别 你不分别 它不是 不分别就是一样的 都成眼睛了 那都说 你不是天天在分别吗 这是张三 那是李四 这个人姓张 那个人姓赵 不都在分别吗 老子讲的好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你能够想得出来的 你能够说得出来的 全落在分别里头 如果叫你 不分别 不执着 你道一句来 禅宗常用这个方法了 没话好说了 我说你都有分别 那说跟不说 这是两对立的了 所以说 离开分别执着的时候 你的心是亲近的 没有一个杂念 你有杂念 全是分别执着 那比如说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吃饭 这个好吃 那个不好吃 对 没错 我最喜欢吃这个 不喜欢吃那个 对 你分别这个 先分别 后头就起了执着 我要吃好吃的 我要 那个不好吃 我也不吃 我一定不吃它 那就是执着了 对 它是从分别 生出来的 对 所以执着是最严重的 它是从这个分别上 建立起来 没错 没错 这好人 那是坏人 对 不错 这是我们家的人 对 不错 我们家的人 都是分别 都是分别 从分别再去执着 执着就造业了 分别的业轻 执着的业就种了 刚才按照佛法 所教导的方法 把这个执着放下 人怎么样 六道就没有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就不受那个罪了 那六道就没有了 所以六道怎么来的 六道是从执着来的 人没有执着 哪来的六道 六道 那六道没有了 它到哪里去了呢 六道外面还有境界 叫四圣法界 就是阿罗汉 执着佛 菩萨 佛 这四圣 这四圣 我们一般讲 也是净土 跟我们两个比的时候 跟六道比 它亲近 六道染污 所以这叫净土 如果是在六道里面 六道有善窝 分别 天道善 人天善 窝鬼出身地狱 这个苦 太苦了 那是悟 悟的感应 善悟的感应 是因为人们有执着和分别心 对 不错 然后用这个心的去造分别的业 对 然后又感得分别的果报 善恶果报 对 六道里头有善悟 就是六道 然后三大类 对 这六道就出来了 对 这个四圣法界里头没有善悟 从六道回溯到源头 善恶的源头 分别造成的 对 这个分别跟执着造成的 对 所以在四圣法界里面 它有四个层次 前面两个层次有分别 上面两个分别没有了 分别断掉 分别没有了 所以你看阿罗汉 不是执着没有了吗 它还有执着习气 执着习气断掉之后 它就变成毕之佛了 就生意界了 毕之佛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执着的习气 但是它有啊 有分别 所以它要把分别断掉 分别断掉呢 它就变成菩萨了 就生意界了 菩萨没有分别 有分别的习气 有分别习气 那么分别习气断掉之后 它就成佛了 但是佛呢 它还有妄想 这个还有 对对 它还有这个 这个东西断掉之后了 四圣法界也没有了 那您说初六道之后 这个四圣法界 是不是它就没有生死了呢 四圣法界没有生死 没有这个分段生死 像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这有生有死 在它那里没有了 它那里没有胎生 它是化身的 是变化的 所以四圣法界里头 没有像我们 像生有生有死 生劳病死 这个没有了 这是最苦的呀 生劳病死 对对 这个等于是 六道里头有生劳病死 有这个现象 四圣法界没有这个现象 那您说这个妄想 是不是就更难了呢 这个难 这个东西断掉 断掉刚才讲了嘛 佛就是修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叫 就起心动念 什么时候 它到不起心不动念了 这个没有了 四圣法界就没有了 那四圣法界就没有了 那就跟六道一样 它没有出去了 出去之后 这叫一真法界 那就是禅宗里面讲 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窝 你找到了 叫明信见信 你就完全回归到自信 回归到自信 你的生活空间 就没有限量了 所以变法界 虚空界 是一个自己 你才能证实 我们用个很简单的话 促俗 大家容易懂的 我们的身 变成了 变法界 虚空界里面的 有形的物质现象 我们的心呢 变成整个宇宙之间的 什么精神现象 到那个时候 什么是身呢 叫法身 整个宇宙是自己的身 整个宇宙里面的 见闻觉知 是你的自信 所以你没有一样 不知道的 就像电脑联网一样 对对 你不需要学习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没有远 没有近 它是一体 所以它是圆满的 像个圆球一样 你已经到了中心点了 就成佛 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 但是我们迷得太深 迷得时间太久 知道这个道理 还是很不容易放下 所以佛有方便 叫你慢慢放 天天放 你天天 你不要 不要增长 天天放 修行就是修正 所以穿衣吃饭 穿衣 也不必过分的讲究 但是什么呢 还要注重胃夷 为什么 你要做样子 给社会大众看 那就这不是为自己了 是为众生 我穿的真气清洁 做好样子给他看 这是什么 这是大慈大悲 为别人 这是教化众生 所以饮食齐居 你做好样子 叫人家 穿衣吃饭 对 行住坐卧 不错 全都是佛法 没有一样是为自己 没有一样为自己 为什么呢 人就是自己 那些人都在迷惑 我也怎么样帮助他觉悟 怎么样帮助他 我已经回头了 我想帮他回头 这个世界无量无边 在《华言经》里边 华藏世界品 世界成就品当中 讲过这样的话 就是太空中 其实有很多痛苦的世界 还有很多极乐世界 像阿弥陀佛这样的世界 实际上有很多 很多 我们观众 能否理解 这些世界实际上 就是有生命的那些星球 对 可以这样 来理解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的时候 每一个星球里面都有生命 刚才讲了 空间维持不相同 那人类现在对太空的探索 太触及了 你只在三围吗 你不能突破三围吗 你突破三围的就不一样了吗 哦 您的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月球上 有 当然有 怎么会没有呢 哪有没有的 你都没有菩萨 讲得不是清楚吗 念念成行 行就是物质世界 行界有实 实就是精神世界 那现在科学家发回来的消息 就是月亮上什么生命都没有 什么问题是三围啊 你三围里头没有啊 四围里头就有了 就好像我们看电视频道一样 你现在只看这一个频道啊 有啊 其他的频道都没有啊 你要按准的时候 另外频道不就出现了吗 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啊 对 不仅仅是人肉眼能看得到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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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肉眼 但是你肉眼的时候啊 同样是一个眼睛的时候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定的波度 如果说所有波度都能看到 世界不就变了吗 如果说我们眼睛的时候 能够像X光能够看得到的话 那我们看到人的五脏六弧 不全透明的吗 不要用仪器啊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紫外光的时候 夜晚不就轻轻触触动 但是猫有这个能力 对对对 它的眼睛很高级啊 所以有些动物的时候 跟我们不一样 它能够突破某一种 某一种空间 你从这个道理说的时候 佛讲的时候 人本能它什么都看见 没有一种光波 它是看不见的 被这三种打破了 对没错就是这三种障碍 所以你是妄想分别执着 害残留自己啊 不是害别人的 这个千百年来 与别人不相干的 千百年来学佛的人很多 尤其是很多高僧大德 大居士 他们实际上都已经正得了这个境界 对 所以才对佛法是无比的有信心 没错 而且佛法有一个特点 它不用靠仪器 不用靠仪器 不错 跟你的聪明程度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就按这个方法去修 对不错 戒定 不错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对对对 你就能够到月球上去 就能够看得到 而且更现实的 只要真正 情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但是什么灾难都没有了 什么病苦也没有了 你是连摆脱贫穷 真的贫穷摆脱了 确实它能解决问题 谁修谁得 公修公得 婆修婆得了 不修就不得了 不用像现在人们这么 哪有那么辛苦 辛苦它得不到 这不辛苦它会得到 很多人看到您老人家 做出这个榜样 非常有信心 您老都快83岁了 据说有的时候 医生给您检测身体 发现您身体机能 四五十岁的样子 对我是医院学的时候 02年我移民到澳洲 那移民到澳洲 需要检查身体 我从来没有检查过身体 所以那一次检查身体 是个印度医生 他给我检查了二十分钟 跟我聊天 聊了一个多重点 他检查之后 他告诉我 他说你的血液 也是三十岁人的血液 他说你身体很紧 以后不要检查了 您的这个血液的情况 相当于三十岁的人的状态 我自己从来没想过 都忘掉了 没有这个观念 现在人都是念念都要想自己啊 念念想自己 念念就衰老 哎呀我老了 所以我常讲啊 这我讲经讲多些 我二十六岁学父 我还没有办法永远保持到二十六岁 还跑到三十多岁 人永远 对如果是你什么时候开始觉悟 你就会停在那个阶段 你永远不会衰老 就停止了 不错就不动了 对是 这么神奇啊 对对对不是 它是你意念改变体质嘛 就这么个道理嘛 你为什么会老化呢 老化从哪里老化了 念头老了 你从一个地方可以很明显体验 我有一些同同学朋友啊 我就是在台湾的 平常工作的他们地位也很高 工作很勤奋 年龄到了退休下来了 一退休没有事情干了 就老了 两年没有见面 好像隔了二十年一样 为什么呢 他退休着 他工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老 一退休下来 哎呀我老了 一天比一天衰老 想老 一年比一天衰老 真的一年等于十年 一见面 我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呢 跟我见面说 你怎么还是好像很年轻 没有衰老 我没有想过老 那你天天想老 他怎么会不老呢 你天天想病 他怎么会不生病呢 一切发从心想生嘛 那天天想死 他怎么会不死呢 净由心转 通过刚才那个体检结果 那能不能说 三十岁的血液 三十多岁的血液 那就说明在那个时候 放下这些了 对 身体的机能 他就保持在那个状态 我是 我不是一个上根人 像会能的很了不起 他上根人的 他能一下放下了 我是慢慢放 一年比一年放得多 这个知道 为什么呢 烦恼一年比一年少 智慧一年比一年增长 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 同学听我讲经 你会听得出来 你看我每年讲的不一样 我学经的时候 学经教的时候 在台中十年 老师不准我记笔记 那我们是 等于是传法的学生嘛 上课的时候 我们坐在第一排 面对着老师 我是面对他投一个 我有同学的时候 他们写笔记 他不干涉 我写笔记的时候 写过几次的时候 他把我叫到房间问我 他说你听见写什么 我说写笔记啊 他说你写的有什么用处 我说怕忘记啊 你到明年 你的境界往上提升了 一点用都没有 说你有道理啊 是有道理啊 所以他也会告诉 不要学 专心听 听懂多少 你就懂多 你就悟多少 不再记东西 那旁边那个同学的时候 那个同学没有悟信 他全靠记忆 所以他的笔记是一大堆 一大堆 讲经的时候 专心照笔记讲 漏掉了一讲 这一讲漏掉了忘了 不知道老师怎么讲的了 就这样了 可是我讲就是货的 我能懂得老师讲的意思 我能把他的意思说出来 但不是他的言语 那么假如说 有的这样的人 比如说他是女儿 或者儿子 他提这样的问题 假如说 有的老妈妈 六十岁开始放下 他的身体状况 能真的永远保持六十岁 对对对 不错不错不错 真的 那一点不假 而且 都不成永远年轻了吗 对 而且真有功夫的话的时候 他还能够往提前 再提前 他五十岁能推到 六十推到五十 五十推到四十 他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 这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你的整个身体组织的时候 可以重新再来 那不是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活泼 这是真的 绝对不会说一老话 人人都可以实验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都可以自己证得 就怕你自己不肯干 前提是得相信 对 所以我的一个好处 没有别的 就是听老师的话 对老师一点怀疑都没有 老师 因为都是比我大 而且都是像我的父亲祖父一样 那样的对待我 我给老师的时候 那时候我非常的穷困 对老师一分供养都没有 只是尊敬 只是听话 一教奉行 所以他们就认真教我 所以他教我 为什么呢 绝对不是为学费 而是什么 我们以后能体验到的 教学的人 无论是道学 是世界学术 他一生最难得的 是要找个传人 我们中国人家嘛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嘛 教学的人 没有基层的人 那是很可悲的 他要有人能基层 那他找到一个基层人的时候 那他就不会把他放松 我们那个时候当时也不知道 这是中国人讲的私道 拼的是什么 就是对老师的尊敬 就是对老师的尊敬 帮助 那我来讲张